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所有的西安家族都能通过今天的节期领受上帝更丰盛的圣灵祝福 祝彭节是为了纪念建造圣墓 上帝在胜利7月10日赐给了摩西第二个世界命 让他从西奈山带下来 当时上帝吩咐摩西将上帝的旨意完全传达给百姓 并建造圣所存放刻有十诫命的石板 祝彭节就是纪念建造圣所的节期 因此圣所的意义和目的与祝彭节是密不可分的 在祝彭节以圣所的完工 上帝赐予以色列百姓的所有节期就结束了 这是圣利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期 尤其是上帝应许在祝彭节赐予圣灵的内容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通过祝彭节来理解圣所的问题才行 圣所是上帝的百姓向上帝献礼拜的地方 外殿称为圣所 内殿称为至圣所 至圣所位于圣所的深处 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显示了天上圣所 并吩咐照他所看到的建造圣所 圣所和至圣所预表什么呢 这与现今的我们和圣灵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内容 请翻开圣经西伯来书八章 西伯来书八章 西伯来书八章五节中说 他们共动的是本事 本是什么呢 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 也就是说 在天国也有像这样的实际形象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上帝警戒他 这里的帐幕是指圣所 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 建造了圣所 说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 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这里说的山是指西奈山 摩西将天上圣所的模型原样 带到了这地上 其中 预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帝说 认识上帝是领受 丸与圣灵的前提条件 不是吗 今天 我们若能正确理解 圣所和至圣所 可以说 我们在认识上帝的问题上 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最终就能明白 上帝为何将祝鹏节的末日 定为赐予圣灵的日子 旧约时代人们 向上帝献祭的圣所 并不是偶然建造的 这节经文说明了 这是天上事物的模型 简单地说明一下圣所的结构 圣经小玉我们说 外层的房间是圣所 里面更深处的地方是 置圣所 圣所的问题是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祝鹏节真理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一起查看一下 启示录21章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上帝全能者和 谁是城的殿呢 羔羊为城的殿 羔羊指的是谁呢 所以圣经在这里小玉说 耶稣就是圣殿 在整本圣经中 圣殿也被称为 圣墓 圣所 绘墓 帐墓 当可移动的圣所 成为固定的建筑物时 圣所就被称为圣殿 但两者是同一个意思 但若查看22节的话语 就会发现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上帝 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我们从这节经文中 得到一个小的提示后 继续查看约翰福音 圣经称羔羊 即耶稣基督为圣殿 看一下约翰福音二章 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 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话语 二十节中说 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什么为殿呢 以他的身体为殿 启示录二十一章中也记录说 羔羊为城的殿 约翰福音二章也说 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这意味着 耶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 圣所的实体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前 以色列百姓通过从西奈山下来的摩西 听到了上帝的旨意 要建造保管十诫命石板的圣所 我们可以确认 圣所最终是预表基督 是为了显明基督 换言之 上帝将关于自己的所有内容 都记录在了旧约的律例中 耶稣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中 称自己为圣殿 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圣殿里隐藏着许多深奥的真理 例如 从前面的圣所到后面的至圣所 就必须要穿过隔开他们的曼子才行 但经上记录说 这曼子预表耶稣基督 看一下西伯来书十章十九节 西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中记录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有的版本只是记录为圣所 但新标点和和本圣经 却明确记录为至圣所 所以这里说的 凭着耶稣的血 我们能坦然记录的地方 不是单纯的圣所 而是圣经中明确记录的至圣所 二十节 是借着他给我们看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圣经小于我们说 整个圣殿是预表耶稣的 经上说 这曼子也是预表耶稣的 祝彭节大会末日 是领受满意的丸与圣灵祝福的日子 上帝设立了领受圣灵的条件是什么呢 认识上帝是恩受丸与圣灵的条件 父亲在真理书上做了见证 不是吗 现今我们若能正确理解圣所和至圣所 就能对上帝有完全的理解 所以上帝将建造帐幕的节期 定为最后的节期 上帝希望这地上的儿女们 领悟圣所和至圣所的奥秘 圣殿预表基督 这曼子也预表基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位于圣所最深处的至圣所 是怎样的形状呢 我们若能理解至圣所 象征着什么 就能明白 上帝为何将建造圣殿的日子 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 为此 我们查看一下 《猎王记》上六章十四节话语 六章十四节中说 所罗门建造电宇 电里面用箱摆木板贴墙 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 又用松木板铺地 内电就是至圣所 查二十轴 从地到棚顶用箱摆木板遮蔽 内电前的外电 长四十轴 电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 一盖用箱摆木遮蔽 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 电里预备了内电 好安放耶和华的约会 十六节说 内电是至圣所 关于至圣所的另一个说法是内电 内电 有多长 长二十轴 有多宽 宽二十轴 有多高 高二十轴 所以内电的长 宽 高 是怎样的呢 都是一样的 这是在描绘至圣所的形状 墙面都贴上金金 又用箱摆木做坛 包上金金 上帝为何让至圣所的长 宽 高 相同呢 上帝为何让以色列百姓 世世代代纪念 建造帐木的那日 称之为 祝鹏节 帐木节 狗利节 这些表现呢 这背后蕴含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确认过 整个圣所是预表耶稣基督 但若查看圣所内部 就会发现 前面的圣所 和后面的至圣所 是分开的 至圣所长二十轴 宽二十轴 高二十轴 长 宽 高 全都一样 上帝之所以如此设计 并向我们显明 是因为什么呢 通过启示录二十一章 来查看一下 此问题的答案吧 一起看一下启示录 二十一章 九节话语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七 指给你看 这里出现了 这里出现了高阳的七 高阳预表耶稣基督 不是吗 天使将基督的七指给他看 十节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江南 天使将什么指示给了他呢 由上帝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那城叫什么名字呢 耶路撒冷指示我 天使给他看了耶路撒冷城 看十一节 城中有上帝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 城墙 城市 那城叫什么名字 耶路撒冷 是四方的长宽一样 天使用韦子梁纳城 共有四千里 还怎样呢 长 宽 高都是一样 查看这象征高阳之期的 耶路撒冷的形状会发现 它和圣所的某个部分的形状 有相似之处 不是吗 与制圣所一模一样 它的长 宽 高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约翰福音二章中 已经确认过 圣所预表了耶稣基督 西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中 也小于我们说 分隔圣所和制圣所的慢子 也预表了耶稣的肉体 上帝将圣所后面的制圣所 设计的长 宽 高都是一样的 但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中 记录了哪座城有同样的模样呢 圣城耶路撒冷的长 宽 高都是一样的 经上还记录说 这耶路撒冷是预表谁呢 经上说他预表高阳的七 那么高阳的七 耶路撒冷 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呢 通过加拉太书四章来查看一下吧 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话语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中说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 他是谁呢 我们的母 启示录二十一章中 长 宽 高都一样的耶路撒冷 指的是谁呢 那么制圣所预表谁呢 母亲上帝 上帝在圣所中创造了父亲上帝的形象 和母亲上帝形象的模型 让我们能够完全理解 因此建造圣所的纪念仪式 被认为是祝彭节最重要的制度 整体上说是圣所 但也可以分开称呼 外殿是圣所 内殿是至圣所 关于圣所和至圣所 我们通过以西节书四十七章一节 来了解一下 有关圣所和至圣所的登典事工 以西节书四十七章一节 以西节书四十七章一节中说 他带我回到殿门 即圣所 见殿的门崁下 有水 从哪里流出呢 往东流出 这水从崁下 由殿的右边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他带我出北门 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 见水从右边流出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凉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 水到怀子骨 他又凉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 水就到西 再凉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 水变到腰 又凉了一千肘 水变成了河 使我不能蹚过 因为水势长起 成为可附的水 不可蹚的河 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经上说 从圣所流出来的水 变成了大河 六节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什么 他就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 建在河这边 与那边的岸上 有极多的树木 他对我说 这水往东方流去 必下到亚拉巴 直到海 所发出来的水 必流入沿海 这水会使沿海怎样呢 会使水变甜 水从圣所流到海里 海就变洁净了 看一下九节 这河水所到之处 繁滋生的动物 会怎样呢 繁滋生的动物 都必生火 并且 因着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火 这水 所到之处 万物复苏 生机盎然 启示录二十二章中说 这条河是生命水的河 不是吗 师姐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 从引基底 直到引以吉连 都作晒网之处 那鱼各从其类 好像大海的鱼甚多 只是泥泥之地 与蛙石之处 不得治好 必为岩地 在河这边 与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 各类的树木 其果可作食物 叶子不枯干 果子不断绝 每月必接新果子 因为这水 这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 叶子乃为致病 生命水 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经上记录说 海中的活物 借着从圣所流出的水 而活过来 启示录十七章 十五节中记录说 还预表了人类社会 当生命水流入 象征人类社会的大海时 无论水流到哪里 所有的活物 都会怎样呢 都变得鲜活 会发生这种神奇的奇迹 父亲母亲 赐予人类的生命水 是赐予生命 和拯救全人类的原动力 这就是上帝通过 祝彭节 小于我们的内容 祝彭节 是为了纪念建造圣物的事件 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帝再次通过此场面赐予了启示 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 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 二十二章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 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 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这和以西节书四十七章一样 不是吗 以西节书四十七章也说 每个月都会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一至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为了赐予我们这种祝福 上帝在十七节中 记录了以西节书 四十七章的相同场面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 圣灵和心腹都说 因为今天是祝鹏节 所以我们结合圣所的背景 来查看一下这节经文 圣所和至圣所说 他们说了什么呢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经上说 生命水无论往哪里流 都必发生什么事呢 经上说 万物都会复苏 因此 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中 上帝在祝鹏节的末日 说了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中 父亲独自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启示录二十二章中 出现了谁呢 圣所和至圣所 即圣灵和心腹说 口渴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领受生命水 使你们得救的活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写在 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上帝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术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我们要在不加天或删减的情况下 正确领悟祝彭杰的意义 和上帝让摩西看到天上圣所 并吩咐他在祝彭杰这一天 在这地上建造圣所模型的原因 为此 以色列百姓全心全意地 收集了建造圣母的材料 上帝小于我们 现今时代失散的弟兄姐妹 要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 所以 我们要向每一个灵魂 传讲上帝的话语 唤醒他们 教导他们 让他们领受 从上帝而来的生命水 并得救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 拯救全人类的事工中 当我们接受 相信 领悟 天上父亲 和天上母亲的话语 并去实践时 人类的救恩就会完成 我们要重新回顾 并领悟圣经中记录的 在祝彭杰这日 建造圣母 这句话的深刻意义 并成为更加坚固 对父亲母亲信心的 西安的弟兄姐妹 只要努力见证父亲母亲 黑暗就一定会被驱散 约翰福音 一章中说 上帝就是光 不是吗 有光的地方 黑暗就会消失 所以我们要热心传道 神圣的埃洛西母上帝 作为光 来到了这黑暗的世界 最终我们会发现 圣所中隐藏着 显明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 上帝的旨意 希望所有的西安家族 都能拥有 对父亲母亲的坚定信心 并进入永远的天国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谢谢